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今次Easter回香港買了的東西 其實不算少 但我不只是買便宜的 又不只是買貴的 所以我就由化妝品開始 化妝和護膚品開始 第一樣東西 我去了Log On 然後買了一套BVC的東西 因為我聽說BVC的東西都很好用 我就想試一下 自己的護膚品都開始用完 我就買了BVC Lumi White Moist Up Emulsion 這個不是美白的 因為我覺得美白如果你想的話 可以去使用 但我覺得如果平常人不需要美白的話 就不用放太多化妝品在臉上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然後也是同一條Line Elixir for Eyes and Lips 這個是眼唇精華來的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 因為它 好像這條Line是沒有的 但它是一個Overnight Soothing Hydrating Mask 因為我也經常飛的 我在飛機上又想保濕的話 我也想試一下用一個Overnight的面膜 上飛機的時候 塗了之後 就好像不太覺得有面膜 就不會像一塊面紙 奇怪 所以我也想試一下 然後他們送了一個 Super Hydro Lotion 在後面 然後我就去了Dior 買了兩件東西 其實我一直都想買了很久 而且我平時其實是 塗一些很紅的顏色 都是很多紅唇的妝 但我想試一下一些比較淡的妝 所以我就買了這支 Dior Added Fluid Stick 這個是No.338 Mirage 包裝是這樣的 我覺得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然後你打開它 它其實是一個好像唇膏一樣的 但是就是Liquid的 我覺得這支顏色其實是偏橙的 是一支Coral一點的顏色 那就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真的 拿不到一些很粉紅的顏色 因為我自己本身膚色不夠白 所以我一塗一些很粉很淺色的顏色的時候 然後我就買了Dior的Lip Glow 這個是004號 Coral的Lip Reviver Balm 它的包裝也是這樣的 好像Dior Added那些包裝也是的 那它扭出來就是橙橙的顏色 我現在在塗的 那是一個 潤唇膏來的 但是它就有顏色 然後就會根據你的體溫和水溫 就有不同的顏色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可以平日出街 就這樣很容易就上 很自然的顏色 但是又不會像我以前的Lip Balm 很紅 這個很自然的顏色 所以就想試一下 而且這個有SPF10 所以也是一件好事 然後這個其實不是我自己買的 但是是一個生日禮物 但是我覺得很適合我 這個是 Bare Minerals Stroke of Light Eye Brightener 這個是02 Luminous 它其實是類似一個遮瑕膏 一支 然後呢 其實我還沒開過 它打開 就是一個這樣的應用器 然後呢 你塗上眼下 就會有一個提亮的作用 那我呢 黑眼圈很重的 所以很喜歡這些 Under Eye Brightening的產品 所以也很感謝這個朋友 送了這一支給我玩 化妝品就是這麼多 我呢 也買了一些衣服的 首先說是在Hollister買的東西 因為 其實我很少去Hollister買衣服 因為以前在美國也 也買了很多Hollister 但是呢 今次和朋友逛街 就找到這一支 Sling Sling Tank Sling Tank 它後面我覺得 它的Zig Zag也挺漂亮 而且挺合身 很適合Summer Jack 而且它109元 比Cotinon的Sling Tank更便宜 所以 我覺得是很穿的 還有這個白色 它一樣不好的東西 就是它比較透 那 Forsummer是好的事 但是如果一些 不喜歡很透 裡面 不喜歡看到bra的 朋友 就未必很適合 然後呢 我就去了Cottin On 那 我就買了這一件 Romper 對 我覺得它很有趣 我這一陣子 都在Cottin On 看到一些挺漂亮的Romper 那 它這個肩膀的Strap 可以攪拌長短 然後 下面也有少少波點 還有花花 我覺得很適合夏天 而且 一見過就完成 不用擔心 然後 它 看起來好像裙子 但是你又 不會很怕走光 因為它 始終下面都是褲 那 所以也挺喜歡這一件 然後 Cottin On 還有買了一條Leggings 那 因為我是跳舞的 所以我就經常穿Leggings跳舞 這個是 the type 其實沒有什麼 很特別 只不過是 收腳 紮腳 然後 黑色 對 我之前那個也是夾的 所以我覺得 這些Leggings 不用買得很貴 噴噴的也OK 另外呢 我就去了 黃室寶的IT Outlet 買東西 其實是逛逛的 但是也買到東西 因為 那時候它減價很便宜 所以呢 也買了一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T-Shirt 寫著Love 又是那一句我跳舞的時候 都喜歡穿一支 這樣的衣服 鬆鬆的 舒服 這個呢 是 $279 但是呢 它是有這個 三折的 所以好像 圍賣也是只有 $90 左右 然後它還有 買兩件 第二件 就多少折 買三件 第三件有多少折 這樣 所以又是折了 不知道 八折之類 對 折上折 所以就覺得很划算 可以划算 然後 另外一個呢 就是這一件 Clock Clock 的長座衣 因為我本身的腰是很短的 所以Clock Top 對我來說是合身過一些正常 那這個呢 就是本身$599 然後是35折 所以 好像$200多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 我覺得 這件是蠻舒服 蠻漂亮 而且這個Mustard Yellow 這個Mustard Yellow 也是 蠻特別的顏色 但是 嗯 對 我覺得蠻好看 然後另外這一件呢 我也想了很久買不買的 但是呢 它就很平 這一件呢 是一件 Burgundy Red 酒紅色的 呃 呃 呃 它Sleeves 這裡 就有一個 仿皮 應該是仿皮 應該不是真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皮 嗯 嗯 嗯 然後呢 但是它是很 asymmetric的 就是這一面呢 的Zipper呢 是很大的 那 即是Clock Top 一排這樣 我就不會穿上它們 穿了 但是我覺得 它兩邊 垂底都挺漂亮的 然後呢 其實是價錢吸引我 因為它本身是999元 折了二折 兩折 所以是200元 然後再折 好像 然後呢 我就去了Nike 我是Nike 波鞋街Nike 就買了這個 Sports Brow 我覺得它很漂亮 我覺得這顏色很漂亮 基本上 那 對 我也很喜歡做運動 所以很喜歡買一些 可愛一點的Sports Brow 就可以穿在裡面 或者在外面露了出來 都會很有趣 對 所以我就可以穿它 好了 接著到貴一點點的東西 這一件呢 是在小IT買的 那 是一件 LACE的 舞袖的 Hand of Top 它又不是很襯衫 但是有漂亮 然後 下面鬆鬆的 那我覺得它是 即是它 Casual得你 又不會太 Casual 然後又不會太 Formal 那所以我喜歡 就是穿去一些吃飯 就是 就是 你不想穿T-Shirt 就是想穿得漂亮一點點 的時候呢 就穿這個 然後加Skinny Jeans 或者 加一個 Skirt 都可以 就是那些 Pencil Skirt Pencil Skirt 都可以的 所以 對 你看看 幾張這件 然後呢 我就去了 Sports B 買了這件衣服 這件呢 我覺得它 挺有趣的 那 又是一些 即是更 Casual 另外那件 又漂亮的 但是又是一些 嗯 nice 一點的 dinner 去喝茶 吃飯都可以穿 那它的袖呢 就是 knit 但是 中間呢 就好像衣服的感覺 都挺喜歡這一件的 那 我在香港就是買了這些東西 對啦 我希望你們 Easter 過得開心 然後我現在 就快回 英國 考試了 那 所以希望你們喜歡我這個影片 下次見 拜拜